周三开始,准备工作基本就都完成了 我们的抗疫生活就正式步入了正轨 首当其冲的就是好好补教 调整一下作息,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迎接春季学期 最近我的早饭经常就在宿舍里泡一袋麦片 吃个橘子,然后看看YouTube上的美食节目 啊,太馋了 周三去图书馆扫描上学期的课堂资料 没有关注网上的信息,到了图书馆才发现 周四之前图书馆已经不对卡尔顿学生和员工以外的人开放了 周四开始图书馆整个闭馆,所有的工作都在线上进行 从来没有见过DramaCon的图书馆 先用特殊的工具把定数钉都拆掉 然后放到机器里去自动扫描 扫描完了机器会把PDF发到我的邮箱里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纸都扔到回收垃圾桶里啦 拜拜 周三下午去镇上走了一圈 马路上其实很难看到人 非常空旷,空气也很清新 超市很近,我们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去逛了一圈 买了点咖啡和小橘子 超市里人不多,食品也都非常全 明州大农村没有出现疯狂抢购的现象 药物和厕纸的货架都是挺满的 回家先给买回来的东西消个毒 上一次在Vlog发布之后有朋友问我 看到很多在国外的学生都囤了一箱一箱的矿泉水 为什么我们没有囤 可能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太一样 但我们一般会用绿水壶过滤一下自来水 然后烧开了喝 也会稍微囤一些小瓶的矿泉水和饮料 以备不时之需 周四下了好大的雨 风也特别大 到了食堂之后惊喜的发现 食堂把所有的桌子都分了开来 每张桌子也就放了两张椅子 本来是一长条一长条的桌子 很多人可以坐在一起 现在就可以避免大波人窝在一起吃饭啦 桌上还放了告示牌说 尽管我们看到你们很开心 也很珍惜你们的陪伴 但是根据学校的要求 在餐厅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哦 餐厅没有因为缩小了规模就没什么吃的 想要外带的话也是可以的 吃了好多吃完就溜 在学校咖啡厅买了杯咖啡 学校的咖啡师每天被要求洗手很多次 咖啡厅的台面 每两个小时要消毒一次 还是比镇上的令人放心 之前在网上抢到的一批酒精到货啦 整理一下 这几天在Cocera上面看一个儿童发展的网课 在学期内的高压之后 随便听听课 没有强制的作业和考试 感觉特别轻松惬意 还有一种学到新知识的幸福感 Cocera也会给一些配套内容的论文 无聊的时候可以拿来读一读 窗外的雨好大呀 晚饭后继续写写东西 在宿舍跟着Kip见了一会儿身 睡前有点饿 去公公厨房倒点牛奶 回来加一点从食堂带回来的烤焰卖到牛奶里 真的好像好好吃哦 收到了一封邮件 虽然学校还没有开始网课 但是已经准备带大家一起在线冥想了 周五早上8点05和周一下午3点10分会有两个session 通过在线会议软件带大家练习 周五是起步来的 下周一准备去试一试 周五上午看了一部2003年的韩国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 李健翻唱过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特别好听 据说他太喜欢这部电影了 忍不住进行了填词和翻唱 电影实在太虐了 哭得我眼睛肿了好半天呢 午饭后阳光灿烂 于是决定出门散步 走着走着好像就走到了小镇的尽头 后面有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 来北田三年了 也没有离开学校好好在小镇的居民区走一走 除了去镇中心吃饭买东西 不会想要在这些地方散步 要么就想着进城看看高楼大厦 路边的这些小房子 其实都莫名的好看 要不是因为这次疫情 其实也很难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镇上走走看看 北京大厦是如何锻炼身体的 光烈了就回到食堂吃个晚饭 这天的pasta酱做的特别棒 晚上真的好想喝奶茶 就冲了一杯解解馋 想念我的细茶乐乐茶默契一点点 倒杯水练会儿深月 春假的第一周竟然就快要过完了 这感觉的感觉 吓人的声音 吓人的声音 吓人的声音